Hello大家好,我是正次 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开架保养好物 那我本身是混合性敏感偏干的肤质 在旌旗前后也是会长一些生理痘 比如像我最近这边又长了一颗超大的痘痘 这边也长了一颗就是很难遮掉的那一种 所以我在挑选的保养品上面一直都是非常的谨慎的 那我手边的这些开架保养品是来自于韩国的自然成露 Dewit Tree 他们家主打的是纯植物配方 不刺激非常的温和 而且在韩国有非常多的明星推荐过这个品牌 重点是我手边这五罐素有天才精华的称号 它所针对的肤质肤矿诉求都不一样 那今天就来分享对于不同肤矿的肌肤 如何开启属于自己的智慧微调模式 搭配出属于适合你自己的保养品 那其实这五罐精华每一罐都有属于它自己独特的精油香气 因为它里面是没有添加酒精跟香精的 我自己觉得在使用的用量上呢 半管安平呢就非常的足够涂抹我们的全脸了 像它水精华的质地呢其实非常的好延展 其实像我这样子点一点点呢 它就非常好整个这样推开 那我自己都是这样子慢慢的按摩直到它吸收为止 而且像我这样子整个吸收完之后呢 它是完全不会黏腻或是也不会闷闷的 那这么多罐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保湿护理组合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肌肤非常的干又非常的敏感 那薰衣草有神经吸氨跟维生素B5有超强的保湿补水因子 对于晒后或是换季的肌肤呢非常适合 它可以将我们流失掉的肌肤水分呢立刻补回来 让我们的肌肤呢可以避免缺水的状况 而且同时搭配夏威夷坚果油的维生素K3 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形成保护屏障 让你的肌肤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恢复保湿又稳定的状况哦 那如果你的肌肤是外油内干的人呢 你可以考虑这一组平衡精华组 它主要呢比较像是针对像是 你平常都很认真在使用一些控油产品 死命的用但是都还是没有用 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肌肤没有达到油水平衡啦 茶树帮你平衡皮脂的状况 维持你的肌肤清爽度 而且呢让你的肌肤不会油腻 搭配薰衣草可以直达肌底的超强保湿力 那如果说你像我一样长了一颗又肿又痛的痘痘呢 你可以将我们的茶树精华厚敷在我们的痘痘上面 让肌肤的痘痘呢可以得到缓解 击退我们肌肤外油内干的问题就交给这组啦 那如果你的肌肤呢是有凹凸不平 痘痘粉刺毛孔粗大问题的人呢 你可以参考这组肌肤谈润组合 茶树及维生素A呢能够舒缓我们的肌肤 在我们调理凹凸不平的肌肤的同时呢 可以兼具恢复我们肌肤的弹性 举凡相是因为我们容易因为痘痘粉刺 留下来的凹坑毛孔痕迹 调理的同时呢搭配玫瑰萃取维生素A 可以让你更容易重回我们肌肤的细致柔嫩 肌肤蜡黄同时又很容易泛红敏感的人 你可以考虑这一组护理亮眼组合 黄脸婆敏感肌就是很需要我们的百合提取的维生素C 让你的肌肤呢一扫暗淡无光呢恢复自然提亮 就算你真的觉得啊我实在是忙到没有时间保养我的肌肤 还要烦恼这些敏感问题的同时 那就交给积雪草维生素K3的萃取 帮你降低外在所引起的不适感 同时滋润肌肤重现光彩 最后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肌肤属于算是干燥细纹 暗沉蜡黄的人呢 我推荐这个亮白紧致组合 又做又没气色的肌肤呢 那就交给玫瑰精华的小分子 帮你迅速补足你的肌肤养分 恢复你的肌肤痰润呢淡化我们的肌肤细纹 同时搭配提亮效果一级棒的百合精华 无论你是亲手临机或者是工作熬夜 还是睡不饱的妈妈们 这样子的组合呢超级适合你们的 我刚分享的每一罐精华呢都有不同的功效 你只要进行1加1的双倍保养 就可以让你加倍谈润 无论你是哪一种肤质的人呢 都一定可以搭配出属于你自己的组合 那么自然沉入DU-Wi-Tree呢 目前的实体贩售通路呢 只有康世美跟日药本谱 或者是你可以上康世美的官网 也可以买得到天才精华呢 让你搭配出适合自己的聪明肌肤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